亮哥我想問一下 你來預言一下鄭文燦 她的最慘的下場是什麼 民進黨在明天晚上要開廉政會 沒有 因為是這樣啦 他 你必須要一審有罪啦 那就可以除名啦 停權 可是這個還沒有 一審有罪可能會除名 有罪 他這個還連起訴都還沒有啊 我覺得這個要處理到停權 就會有爭議了啦 因為他連起訴都還沒有 現在只是檢調說他要辦啊 然後被交保嘛 那當然是中保啦 那人家有話說啊 台南那11個也是中保啊 結果通通都無罪 我跟你講未來啊 這個案子人家會去對比台南的案子 就你賴清德 你那個地方光電案 那個議長會選案 到現在你辦幾個人啊 以同樣的證據來對比嘛 如果鄭文燦判得重 人家就會去講說那台南為什麼都沒罪 但是在民進黨的廉政條例有說特殊狀況者不在此線 他會把鄭文燦列為特殊狀況 你如果去說這個叫特殊狀況嘛 這個要有一番說辭啦 那為什麼邱莉莉沒有處理呢 邱莉莉是自願停權啊 當然鄭文燦有可能配合啦 事實上今天他中午才宣布辭掉海濟會董事長嘛 我認為他一開始沒有警覺到 可能是人家提醒他的 你怎麼還沒有辭啊 你要知道檢查的檢查官的抗告還沒結束耶 你如果不把什麼東西都丟掉啊 你怎麼知道抗告不會成功 我認為抗告的案子 目前正在處理中啊 就是我覺得賴清德當然是希望能夠抗告成功啊 那基本上他在外面就沒有活動的空間啊 因為你也不要低估他的力量啦 就還是會有人去支持他的 因為我今天就看到廖小軍 去訪問那個翁達瑞 翁達瑞就認為鄭文燦沒罪啊 所以這種聲音是存在的 你不要以為沒有啦 所以現在鄭文燦還沒有從接班梯隊出局 也不能這樣講啦 因為現在他才 賴清德才當一個多月嘛 通常這種事情都要出到你的民調暴跌啦 比如說蔡英文2018地方選舉大輸嘛 那那個時候所有的民調都認為他一定會輸啦 哪裡知道會發生反送中 事實上是坦白說 就是反送中救了蔡英文啊 那不然我們看那個民調 2019年5月之前 韓國瑜民調還是贏的 2019年5月之前 那賴清德跟蔡英文的PK就是在4月啊 就是這樣啊 那那個過程很複雜啦 就是賴清德就挑戰他嘛 那你怎麼知道賴清德民調不會掉下來 那他如果掉下來就會有人挑戰他 那他就是要把潛在的可能的對手先幹掉啊 好其實我還要幫大家補充喔 鄭文燦他現在已經在今天請責這個海基會董事長一職喔 其實他是最短命的這個海基會董座上任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喔 但其實他在這個2007年的時候也曾經因為捲入所謂副試驗的餐會遺運 當時呢他是海基會的副 被丟到海基會去當了這個副秘書長 不過同樣也是短短5個月就辭職下台 接下來我問一下這個張延廷將軍喔 你怎麼樣看這起事件 當然現在很多外界都在解讀說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內鬥 我認為他說往時機那麼晚起人疑鬥 你這個早點就應該來辦了嘛 都已經有征後了嘛 這個已經長達7年了 那7年的時候為什麼不早點辦 在掩護 我而想不是那麼單純只是鄭文燦 可能牽扯到其他 他共犯可能好幾個 那可能鄭文燦拿最多還是他最大咖 拿他來開刀 那一個人怎麼可能只守遮天下呢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來看應該是 我認為不是一個人 不是鄭文燦一個人 說這個案子沒有成功 對 這個案子沒有成功 沒有 土地變更沒有成功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說 可能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案子 其他的大卡 是這個樣子 然後問題是這個收網的時機 你收網時機那麼晚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些時間的時候 證據就慢慢被弄掉 那慢慢把它消失掉 因為久了嘛 因為剛好打鐵趁熱啊 你用這些時間把這個證據 這不利的證據把它拿掉 這個不利的證據拿掉 讓鄭文燦的整個的損管 能夠降到最低損害管制 要變成這個樣子 他說你時間越久 鄭文燦的損害管制可以做得越多 那換掉現在的話變成 就是大事畫家 小事畫五 因為以時間為 以時間換取空間嘛 那時間換取整個罪證的降低 有這個狀況啊 那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他有政治的考量 不是司法的考量啊 有這樣子來看 然後另外一個 那是不是有時候不見得是鄭文燦 他可以經過白手套 為什麼一定要鄭文燦 可是我們知道 他們這個很高檔的狀況之下 那直接就走間接路線 哪要走直接路線丟的啊 丟五百萬來做這些事情啊 那可能更大的金額 更大的弊案 但是是迂迴路線 迂迴路線的話 就不是在自己手上 那其他的小咖的 或者是這個手套 是查不到的 那是這樣子 那你要對大家查 這個對小的 那對小的就從小的就放掉了 所以我倒認為這個案子 我認為 感覺到出來的時候 好像的時候 這個好像震撼人 就好像有要下重手 但是我倒認為到最後面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嘛 你可以看到 不然的話為什麼不早點辦 為什麼拖到現在 那換掉證據就少很多 然後現在要辦了之後 又交保了 五百萬又交保了 而且他是收錢的人 那收錢的人都押住了 那收錢的人為什麼就放掉了 我判斷將來不了了之 大事話小事話 可能有還起訴還是什麼 就事宜就船過水無痕了 而且七年前的可能證據 有些重要的 關鍵的證據消失了 拿掉了 你這樣能夠辦多少 證據有限啊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是證據法定主義啊 那這有限的話 你就裁定 你就那個證據不足啦 那證據不足 你就沒辦法最正確的啊 那這樣子的話 大事話小 小事話 就是我認為時間點 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就是這樣 然後當然我認為啊 那但是為什麼又要讓他 在這個六月初 接海集會的董事長 為什麼要讓他接 那已經知道 為什麼要讓他接 我認為這是緩兵之計 緩兵之計 如果那個時候不讓他接 他就有手警覺了 他有戒心 對 有戒心 有戒心 一定要安排你位置 讓你沒有戒心 你這個事情啊 也就沒事了 也知道了 但是也就壓下來 也就沒事了 因為他們執政 執政的話 執政長 掌握了司法的資源 掌握司法的決定權 那檢查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把他 在這檢查這個 這個階段 就可以把你遮住 是這個樣 就是緩兵 賴清德絕對知道 一定有個人跟他報嘛 那但是也不得不放 一定要有個位置 那剛剛亮哥講得很清楚 不要放政務官 放政務官太明顯 你才幹了一兩個政務官 好 那你就到 其他的比較次要的 但是這個位置也蠻重要的 海基會是負責 整個的海峽兩岸的互動 他是蠻重要 是對中共的一個重要的窗口 是蠻重要 但是問題是他不是政務官 他是個法人嘛 法人機構 又不一樣 所以可能他們呢 瞻前顧後前思後想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想到了 海基會的位置可以 那可以之後就繼續辦 那個先給他借心放掉了 放掉之後就開始下手 因為不下手不行 因為下面民間他會去傳 那傳的時候你怎麼辦 你要繞的不是要辦 不是要洗敵人心嗎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 那你要不要洗敵這些 按在這個手上有證據 那下面有沒有會傳啊 你要怎麼渡悠悠之口 那一定要出手 那出手的話 現在這個時機大概剛好 收網 那但是做了可以做了 但是我倒認為整個來看的話 還是按照以前的這種慣例 大事的話小 小事的話無 變成雷聲大 現在雷聲感到很大 大家這兩天的新聞 好像這個量蠻多的 但是到最後面 大概就不了了之了 當你還懸念那邊 你去將會 這兩天的新聞 群手納